在中国新科学社会主义的带领下,仅在短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、科技、教育等领域的全方面崛起。 2021年的中国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下不退返进,各项数据仍在稳定增长,这样的成就如同教科书般为世界生动上演。 人类在新时代下该如何发展与进步,再一次有力地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。 如何证明中国发展之快?要知道,放眼十年前,中国还没有被美国人放在眼里。 中国是全球第二个真正自主研发并列装部队五代战机的国家,回想2011年歼20首飞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。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,当时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也在场,从当年报道中可以看出, 其实不只是美国,甚至世界上所有一流大国都不认为中国真的研制出了五代机。 自欺欺人的认为,只是造出了一架五代机壳子。 严谨地看待世界各国态度,其实也不难理解。 中国五代机研制速度,其实有为国家科研进步的正常规律。 要知道,20多年前的中国还在学习改造米格二腰, 1992年购买索尔系SK后,历时8年才研制出坚实。 其实这样的速度依然非常快了,但突如其来的告诉世界, 中国有了自主研发的五代机,大家都认为是骗局,也就可以理解了。 大家要知道,美国最出名的五代战机就是FR-2。 当然,这也是停产最早的五代机。 当时美国人拆掉FR-2生产线,说白了,还是认为世界各国在几十年内根本无法追上其脚步, 否则FR-2根本不会停产,毕竟改进要比研发容易得多。 欢句话说,美国人认为,当中俄等国真正服役五代机的时候, 美国六代机也早就出来了。 回想80年代,美国见到中国最顶尖的歼8-2战斗机, 中美8超期项目,格鲁曼稍微点拨一下进气道设计, 就已经够中国设计师研究几十年了。 可以说,四代机中国还属于落后阶段,更别提五代机了。 直到2016年,出海航展,美国人才凡然醒悟, 这一切不是假象,中国人真的做到了。 不管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,反正人家就是做到了。 不仅造出了完全符合标准的五代机, 而且还实现了服役及领先的设计初衷, 无论在隐身技术、气动布局、航电设备等领域都达到领先标准。 虽然在发动机技术上还有待提高, 但是凭借中国人的智慧, 完全利用气动布局及机身设计实现了反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